人來人往的紐約時代廣場 巨大廣告牆上居然出現 惡搞總統蔡英文的漫畫廣告 底下還大字寫著 Be a good dog 謙卑謙卑再謙卑 夸張行徑 讓人看傻眼 來自中國的惡意攻擊 全是因為總統蔡英文即將會晤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備受國際矚目的會面行程 讓中國人欺詐了 有一篇廣告就是在罵蔡英文的 然後下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大概超過幾百個團體 就是咪咪媽媽的聯名 要支持這個抗議蔡英文的源宣 3月30號蔡英文過境紐約 遭到500名中國僑民走路攻抗議 在蔡美會展開前夕 不只惡意廣告投放增多 傳出走路攻酬金再加碼到400元美金 還要動員前人鬧場 得做出更積極的有效干擾 中國僑胞有人抗議 卻也有人力挺 高舉中華民國國旗 不調協著中共不消滅世界無寧日 位於洛杉磯的中國僑胞 高聲歡迎蔡英文到訪 全力給予聲援 中共那一邊就是講說 台獨死路一條 然後呢就是咒罵蔡英文 挑起了我們這一邊的 那個僑民的那個反抗 這次可能是蔡英文任內裡面 最後一次來美國了 那對她來講是一種畢業旅行 那這裡的僑民其實這幾年呢 對於蔡英文政內裡面 做的外交上面建築的都是 有目共睹 總統訪美行程就要步入尾聲 但這一趟抗議支持聲浪 連連四起走的一點都不平靜 靜新聞甘免結合蒙 只要看不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